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她是太大,还是因为下巴,位置上的东西太累赘,看上去有一种敷面膜,但是崩开的样子,真的是,非常滑稽。看来还是祝福伦纳德,早日康复摘掉面膜吧,要不这个画面,真的是太美不敢看。 之前绰号AK47的基里,连柯也曾因为戴面具闹过笑话。虽然不是大帅哥,但是基里连柯,也算是清秀的小伙子,但是,戴上面具的她,看上去,就不太聪明的样子。 可能是因为,头上那个松紧绳,毁了整个造型吧,看上去像是,一个三脚内裤,套在头上。 另一个不是和戴面具的人,无疑是大帝恩比德了。本身非洲出身的,她皮肤就黑,加上这个黑色的面具,凌乱的卷发,和凸出来的后嘴唇。 感觉就呆呆的样子,这哪里是东部,第一中风的感觉。这也难怪当时,恩比德戴了半场就怒把面具摘下,扔回屁股席,看着就相当不舒服。 既然有,不是和戴面具的人,那自然也有,是和戴面具的了。 之前科比就曾戴过一个,透明的面具,这张服面具的照片,也十分的帅气,看上去,就像是一个冷血的杀手,仿佛寻找着,自己的猎物。 作为科比德意门徒的欧文,戴上面具,也十分的帅气,本身严局,就十分出众的她,在戴上之后,像是一个蒙面的武士,严局又上升了一个档次,主要面具也遮挡了,欧文额头的法令纹,看上去,又年轻了一点。 老瞻在热火时期,也曾佩戴过面具,甚至对阵山猫的比赛中,他还戴着面具砍下职业生涯,最高的61分。 关于老瞻的黑色面具,还有一个故事,那就是在戴了两场面具之后,联盟高层就禁止,佩戴黑色面具了。 理由是裁判,看不清球员脸上的表情,这一点,明显是针对老瞻,毕竟詹姆斯戴上面具后,就让人不寒而栗,不光是防守球员,电视机前的观众,也都能感受到老瞻的霸气。 但是,NBA最惊悚的面具,莫过于汤帅汤姆贾诺维奇了。 之前一场比赛中,汤帅的脑浆,都被防守人打了出来,因此,不得已的他,只能戴上这个面具出战。 但是这个面具,看上去真吓人啊,感觉像是,恐怖片里的反派杀人狂,多看几眼感觉,会做噩梦。 不过,NBA中,最经典的面具造型,还是当年活塞队的汉密尔顿啊。 毕竟是被称为,面具侠的男人,汉密尔顿生涯,90%的比赛,都是戴着面具度过。 这并不是,因为他的脸上有伤,而是在大学的一场,戴着上场的比赛后,他发现戴着面具,自己的命中率抖升,于是他就开始,戴着面具上场了。 江湖也留下了,面具侠的传说,开快,N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